第二卷第46章 嚴可卿將我們帶到嚴耀粗的畫室 在那裡我們看到四周都掛滿了嚴耀粗的作品 嚴可卿告訴我們這裡是嚴耀粗的聖地 他就是在這裡完成創作 在創作期間他不允許任何人進入 包括嚴可卿 而盜織雲就是他唯一一個例外 我問了 為什麼他在創作的時候會同意盜織雲進來 而吳可卿談到盜織雲的時候 完全一點妒忌都沒有 反而有種發自於廢虎的敬仰 我爸爸說他的靈感稍縱即逝 不希望被人打斷 我爸爸現在也算是一個隻手可熱的畫家 他的畫作有很多人在模仿學習 但是完全都是形齒而毫無神韻 不知道為什麼研習我爸爸畫風的人 都掌握不到他的作品精髓 包括我在來都是這樣 但是職雲就與眾不同 他是唯一一個能夠把我爸爸畫風模仿出來的人 警成對著嚴可卿說 警方需要調查這些畫作 從上面提取杜織雲的指紋 這個涉及認證調查 你不便在旁邊 請你出去 我們勘察完之後通知你好嗎 他掌握頭 配合地推出輪椅上的嚴謠初離開了 等畫室門關閉之後 我疑惑地問他 你為什麼要叫嚴可卿離開? 我們根本不需要提取什麼杜織雲的指紋 警成虎小聲胡搭著說 我不想破壞嚴謠初在他心目當中父親的形象 我已經沒有單純和善良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保持下去 蘇錦問他 難道你發現了什麼? 警成橫視著房間當中的作品 他肯定地回答 我應該知道杜織雲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盧雨晴急不及待地問他 為什麼? 警成走到房間左側的畫作前面 嚴謠初是按照時間順序來擺放他的作品 這面牆上面掛著的是他早期的畫作 對於藝術我並不擅長 我跟著問 這個和杜織雲有什麼關係? 拋開其他 從藝術的層面來評價嚴謠初 無可否認這個人像心獨具頗有天賦和才華 他極其擅長風景繪畫 對於色彩的運用也都相當勢力 他通過光影對風景變化的描繪 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景地 警成指著畫作在悍悍而淡 這是典型的印象派 嚴謠初用自己高超的技藝 將這個流派的特點展現得淋漓盡致 蘇錦不懈一故地說 一個雙手沾滿鮮血和罪惡的人 究竟能畫出這樣的畫作? 警成小少糾正他說 你不能因為嚴謠初做過什麼 而對他的作品有偏見 要學會用一種欣賞的眼光去看待這些作品 蘇錦憤憤不平地說 我反正看不出有什麼好 他的作品跟他的人一樣那麼邋遢 人習慣而且善於說謊 但藝術作品就不會 因為人在創作的時候會展現內心的訴求和意圖 所以不經意間也會將真實的自己描繪在畫作當中 警成指著畫淺笑著說 畫作是不會說謊的 我聽明白警成的言外之意 嚴謠初在說謊 警成掩咬頭 他不僅僅在說謊 這個謊 還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蘇錦問 到底是什麼謊 警成沿著這房間的牆壁 慢慢向前走 他停下腳步看著牆上的作品 隨著時間的推移 嚴謠初的造藝 越發繁熟征扎 如果說 早期的作品 體現了他紮實的基本功和天賦 這樣到了中年之後的嚴謠初的作品 就有了質的改變 作品就好像被賦予了生命 不再是一張紙上面靜止的圖案 更加的是全神和生動 陸語呈在旁邊抱怨著說 你…你不是打算叫我們品鑑他的作品嗎 我清楚警成只是會對他認可有意義的事情感興趣 我跟著說 你剛才說 你知道杜織雲留在這裡的原因 難道跟這些畫作有關嗎 警成拍拍我肩膀笑著回答 用眼去看就會發現嚴謠初的謊話 他早期的畫作雖然只能令嚴謠初暫路頭角 但並沒有為他帶來物質上的回報 真正令到他站在畫壇巔峰的 正是嚴謠初中年時期的作品 不但名利雙修 而且一舉成為隻手可熱的大師 蘇錦有點不耐煩 你…你可不可以直接一點呢? 在藝術傑作面前 你能不能稍微有些內心呢? 警成領領頭 虎笑著指著前面的其中一幅人物油畫 嘍 不如說這一幅吧 和早期的作品截然不同 陰影佔據了大面積的畫布 作品的基調和之前的光明變成黑暗 人物的笑容模糊 但凸顯了肢體動作所展現出來的主題思想 這幅畫叫做煉獄 其有畫作前面仔細感受 會有一種痛苦壓抑和絕望的感覺 這也是為何嚴謠初的畫 會被人摧之若無感控場的原因 聽你這樣說好像真是真的 陸雨晴靜低心看了半天 重新走到他早期的作品面前 凌視一陣子之後詫異地問 奇怪了 嚴謠初一直擅長的是風景題材的油畫 但為何到中年之後 他的畫作全部都以人物為主呢 蘇錦也回過神來 他看了很久之後說 我不懂得油畫 也體會不到好壞 但我感覺嚴謠初中年成名的作品風格 好像和早期的完全不一樣 竟成脫口而出這樣說 那是因為他早期的作品是恩將派 而到中年之後 作品的風格變成了理想主義派 陸雨晴有點疑惑地問 兩個不同的流派? 其他人的對話我聽在耳邊 但我的目光始終注視著那幅叫煉獄的作品 我才感覺到畫作裡面的色彩 以及光線的運用和布局很眼熟 我慢慢向後退 我突然想到什麼 你們難道沒有感覺到 嚴謠初中年時期的作品 和盜織魂的好似嗎? 蘇錦和陸雨晴吃驚地看著我 他馬上回頭看著牆上的作品 陸雨晴震驚地說 哦!是呀! 真的呀! 杜織魂留在教堂上的畫 和這些作品的風格很相似 我跟著說 然後說 不僅是教堂 包括她殺死 helix Eddy vai 佼的屍體造型 以及為樓絲幩準備的露西法雕像 還有那個依存憲的審判之稱描 但凡出自于杜绩云之首的作品 和这里的画作风格都极其类似 蘇甘冷静地说 之前炎可卿不是告诉我们 连他自己都承认 在众多的画家当中 只有杜绩云能够将炎耀初的作品 模仿得以假乱真 他的作品风格和炎耀初的相似也很正常 景成在一边笑而不语 很明显蘇甘的推测是错误的 我眉头一皱 加快脚步走到作品的前面 看见画作的右下角创作的时间 我即时大刻惊 众官炎耀初所有成名作品完成的时间 几乎都集中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之内 我的眉头走得更加紧了 他的作品风格突然间转变 而第一幅成名作是在二十年前完成 是什么令到他的作品改变风格呢? 蘇甘也紧张地抹大口 转身望向墙上的作品 二十年前炎耀初和吴斯宇等人 合谋杀死杜绩云全家 杜绩云拥有惊人的艺术造艺 这个和他与生俱来的天父有莫大的关系 但是如果没有人指点和传授 他也没有可能掌握艺术创作的能力 景成之前对杜绩云的心理折捨的时候说过 杜绩云的艺术天父源自于父母 这样说明他的艺术才能是父母传授的? 场上这些作品和杜绩云的风格很相似 并不是他在模仿炎耀初 而是他按照自己父母曾经的教导完成自己的作品 他的创作始终没有脱离父母的艺术风格 陆雨晴云也大吓一惊 他反应过来 他抬高手指指着临络满目的作品 跟着说 你看看 这些根本不是炎耀初的作品 而是杜绩云父母的杰作 景成目光深水地说 看来你们已经找到了炎耀初说的大话 你们还记不记得 素感在调查金币来历的时候了解到 一个面上有疤痕的男人 将一枚古希腊钱币卖给收藏家 现在我们能够证实 这个双疤男人就是炎耀初 我们都闹下头 景成反问住继续讲了 而在丁宁和宋山月的交代当中 二十年前回到家的柳开园 带回了大量的美金和金条 吴思雨和葛宏帆一定分了一部分 既然得到那么大笔钱 为什么炎耀初还要冒险出售金币? 陆宇晴想了之后露出了忘言的表情 他跟着说 这件事真的很奇怪 完全都惊不起推敲 我说了 因为炎耀初没有钱 甚至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苏锦领领头质疑着说 不可能的 柳开园带回家的现金都有五百万美金 如果炎耀初参与谋杀 他就算随手拿一些 也不至于没有路费回家 我叹了一声 无能为力地说 对于炎耀初来说 在那艘船上 有比金钱更令他疯狂的东西 就是现在挂在这里的画 作为画家的炎耀初 才能体会和领悟这些作品的价值 他放弃了属于自己的分装 然后选择了这些画作 这个就是为何炎耀初当初的作品风格 在二十年前突然之间改变的原因 他虽然有才华 但永远没有办法到达 盗职云父母的高度 他不单只拿了他们的命 还占据了他们的作品 京城说到这里 他望向苏锦 你说得没错 炎耀初是一个令人嘔心 而且可恥的罪犯 我接着京城的说话说下去 炎耀初就是通过这些作品 令自己明扬天下 但他永远没有办法创作出新的作品 所以他先会在创作的时候 不让任何人进来画室 炎可卿就以为炎耀初的灵感被人打断 事实上炎耀初不过是企图 在他嫖舌的这些作品当中 找到灵感和去模仿他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所以他成名之后的五年 就再都没有新的作品运势 陆雨晴好像也明白了些什么 接着说 根本不是炎耀初选择杜绩云做助理 而是杜绩云发现了他的谎言 苏敢谎言大言地说 还有谁比杜绩云更熟悉自己父母的作品呢? 相信这些画作 杜绩云早已经难熟于心 但是不明不白地出现在炎耀初的手里面 而且改名换性成为了他的作品 我猜杜绩云从见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开始 就已经钉上了这个炎耀初 竟成掩头 平静地说 炎耀初一直沉迷这些作品 为他带来的荣耀和名利 但是他没有办法创作出同样高度的画作 这个是他根本上驾驭不到的作品 所以他才会蒸集尋找助理 他真正想要的是一个能够模仿这些作品风格的人 相信没有谁比杜绩云更加合适 他的风格和作品是一脈相传 炎耀初肯定是大喜过望 以为自己找到了令自己继续风光下去的人 殊不知他是作简自负引狼入室 杜绩云之所以留在这里 和为什么没有杀到炎可兴 以及他又为什么知道二十年前他父母被害的真相 这些困扰我们很久的疑惑 终于在这些画作的前面找到了答案 炎耀初希望杜绩云为他模仿出更多的作品 而杜绩云就投其所好 留下来从他身上打探自己父母下落不明的原因 很显然杜绩云成功地做到了 不管他用什么方法 他最终知道了自己父母遇害的真相 从而这一场血腥的报复计划就拉开了围莫 哇!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